朋友们大家好 那大年初四 那再给大家拜个晚年啊 这个大年初四了啊 这个春晚啊 各地方卫视啊 各大台的春晚基本就结束了 对吧 剩下就看元宵晚会儿去了 然后咱们看看春节档啊 这个各个台的争气斗艳 最后的收视率 还有一般的排行榜啊 这些情况 这个今年的央视春晚 哎 可以说口碑反应还不错 啊 大家看那个甭管是收视率啊 包括他现在和许多新媒体 像荣媒体的合作 他经济的全球的收视率 还有反馈程度 还有国外的这些个 有关的词条 有关的热搜 有关的热议 都创历史新高 啊 经济有许多创意的节目 这个大家还都喜欢 有些歌曲的制作呀 你比如黄西山啊 像那些周深的一些歌曲呀 像咱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那些魔术啊 那个中藩呀 这些都不错啊 都不错 这个 因为众口难调 大家知道这个央视春晚 近这些年一直 哪年都被吐槽 没有一年不被骂的 啊 为什么就是中口难调嘛 啊 我是喜欢歌舞的 我肯定不爱看那个 那个小品 我喜欢小品的 我讨厌相声 我喜欢相声 我讨厌那个那个杂技 你这晚会啥都想往里搁 就大家肯定有个 个子不满意的方向 那今年还不错 大家看这个数据 反应说的央视春晚啊 还是这个收视第一的 还是这个大家的年夜饭 这也无可争议 因为他牵涉了一个 民族文化符号嘛 全球的华人在这一天 要找一个正统感 所以说这个不错 包括今年 于磊导演呢 选节目上 包括选基调上 挺好 没有给这个 大家添堵 把添堵的内容都撤去了 也可能有上面的意思啊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吐槽的 原类节目这些年 一直在吐槽 今年还有一个 吐槽的一个挡箭牌 约鹏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他也给挡了 许多的 什么 所以说今年春晚 还是一直渡秀 那地方台呢 大家看大年29那天 这个辽宁台就先开了一个 那个 这个晚会 辽宁台这些年 大家一到春节当中盯着他 就像世界杯 一到世界杯就盯着巴西阿根廷的时候 平常想不着他 在台平常都看不着他 一到这会儿 因为他是喜剧基地嘛 他这些年打造测色 整开晚会都是以喜剧为主 所以说这个不输意料 这两年的辽宁台的收视率 在地方卫视都是排行第一 今年还是 最高峰的时候 这个收视率破二 远远远领向于其他的地方卫视 然后大年初一档 这是竞争最激烈的 北京台呀 这个江苏啊 上海呀 各地都来 然后是 北京台立押群峰 夺得大年初一档的这个收视力 等到大年初二 甭说了 大年初二 就是前期的造势 后期的铺垫 就天津台那个相声春晚吧 同时呢 还有河北卫视的一个 一台晚会啊 也是这个西洋包铺的演员在演 不过他是九点半以后才播的 也前期没什么宣传 没有风了 所以说大年初啊 就是德云社这个意义 天津春晚一直独秀 那竞争力就小了 等到过了初三啊 就基本上就陈远落定 那总的收视力来看 还是辽宁卫视 地方的啊 北京卫视 破一 然后剩下这个 天津卫视排第三 可是他 那个也没破了一 那而且在这个整个的 晚会期间也是往下走的 这个 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 啊这三个卫视各有特色 还是这个 领先在前面的 口碑最好的呢 北京卫视 今天北京卫视的口碑 要好于辽宁卫视 大家可以网上人一搜就是 最主要是北京卫视 有几个节目 尤其是何彬和韩东生 养的那个相声 对吧 两个老戏骨跨距说相声 啊 就对比春晚小月的相声 许多人就用我这个业余 票友这个水平 比较你专业的嘛 就比你强力太多嘛 所以说 啊这个就这一个节目就抬高了 这个北京市的口碑 再加上这个这个相声牵涉的 和相声演员的侵权问题 这里有话提醒了 后不拉比如说冯宫老师 冯宫老师进行又就就参加两个 辽宁台和北京台都是命题作文 尤其在北京台这个 足够惊艳 你看他的弟子嘛 像王瞳还亮了一嗓的京剧 啊那个斗 那个那个斗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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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学员 啊 命题作文说的北京特色 在那个辽宁台又说了 辽宁二十多个地方的特产 啊冯宫老师的 包括许多喜剧人啊 还有些跟你像开心麻花的唱歌啊 编排有新影啊 节目的格调整体格调又高 对吧 对吧 所以说今天北京问世 这个口碑最好 可是中间也有许多人 因为看到了有一部分人吧 也看到有几个说有争议的员出现 啊 也也有点争议 其实你也有争议呢 你带着你这个话题热度也够 啊 这是这个 这个春晚这个节目呢 基本就结束了 咱们看啊 其实按照道理看 哪个春晚都不能满足大家的心意了 为什么呢 从83年开始 其实81年82年 中央台就办了迎亲春文艺晚会 83年到现在 基本到春节的时候 各个卫视也是都有这么一场综合的晚会 这场晚会是干啥呢 就想把所有东西都融进去 歌舞啊 语言啊 杂技魔术啊 团拜啊 展示民族文化 展示高科技的展示各种东西都要往里装 这个盘子就这么大 时间就这么长 你装的东西越来越多 就都流于表面的形式 你想让所有人高兴 最后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所有人都不高兴 南仙北田东辣西三 我想吃这口 就这么一点 我没吃够呢 就换成那样的了 所以说你想面面俱到 就造成面面都不到嘛 所以说以后谁办都不好办 谁来的导演了都不好导演 你再怎么挖空心思 你也脱不出这个大致的情况 你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的我就建议啊 改革了嘛 像这个春晚已经都40年了 改革 春晚保留吧 必须保留 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符号了 可是春晚你这个特色什么 你要做一个打造一个什么的 不要那些烂你妈造的 你这个春晚就是全球华人大白年 国内的华人 海外的华人 各国的华人互相拜年 打造小家小户这种亲情 这种喜庆相和大红灯 这个海外的跟跟家里的人通话 守边境的哨兵跟家里通话 工作工作岗位回不去的 就展现这种亲情 就展现华人是天下华人 四海华人是一家 团伴歌曲舞蹈 一个语言类的什么别的都不要 什么魔术杂技体现的都不要 就农农立国年夜饭 就是通过歌舞通过这种拜年呀 这种亲情的节目就打造这么一个 这个节目就一个就就突出一个主题 什么就非常鲜明的主题 叫四海归心 全天下就盯着这个点 就寻找那种亲情 那种民族凝聚感 不为做节目 不为看节目 就大家找一个感情的凝聚点 就这一个点凝聚人心就完事 你什么想做好 你什么都不做不好 春马应该给大家做的 现在就改变这个 就叫一个凝聚人心 这么一个点嘛 剩下呢 这不初一到初五吗 一天一台晚会 你给他标出来 比如说初一 我是歌舞类晚会 初二 我是这个戏剧晚会 初三 我是喜剧晚会 初四呢 我是曲艺晚会 初五呢 我或者是这个一个 一个综艺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晚会 你打造出主题来 然后央视可以不做 你央视自己做这个东西 有各种条条框框 各种什么的 你可以招标 可以招标吗 或者专业团体 或者是民营团体 或者你哪个县的 哪个市的文工团 你要有这个能力 或者哪个大款 哪个演出公司 你都可以参与景标 然后这个你打主题 然后根据中央台 就打出一个谨记来 比如记一台晚会 你什么样的 你这过审的 基本的基本盘交给他 地方台他就松点了 除去中央 除去三十晚上 就可以松点了 而且你调调逛逛 你就好打造这个晚会 片面的深刻 是这个意思吧 歌舞晚会 就这一年了 这一年所有的流行的歌手 流行的这个歌曲 来个盘点 经典的 流行的 永恒的 今一新出的 就全是这一番变 听歌的 喜欢的 看明星的 都是大半的 都是明星 让你看够 就一场演唱会 这么来还可以打造 一种小众音乐的 摇滚 民谣 彭克 局势 也可以做一场 对吧 这么来就喜剧 你看这些年 大家知道脱口秀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米味做那些 还有像那个 这个大碗娱乐呀 各种什么 相声团队呀 对吧 喜剧类的 做一个 这喜剧类专门 就是一个 现在民间的团体多了 对吧 就专门喜剧人 做一台喜剧的 这台晚会 就都是喜剧的 小品 情景剧 脱口秀 这都可以上 喜剧人 做一台晚会 然后曲艺界 做一台晚会 那你这 大家多看看吧 那个 鼓曲 快门 评书 相声 所有曲艺的 都来一下 这个让你 行曲艺 来一个口味 然后可以 再来个影视剧的吗 都是影视大腕 你致敬经典 你重新编排 对吧 影视的来一条 戏剧的 甭说了 戏民来一个 中央业性 中央台不组 中央台只买 只去购买 让你各地的去 这个去做 你像个 那些年 咱们那个 北 咱们中央电视台 我知道前些年 在比较 我许多朋友 做这公司 北京台 有时候中央台 或者北京台不制作 他就购买 还有大的网站 比如当年的 这些大的网站 不制作 不开发 买 民营团队 制作以后 你看那会儿 北京许多小公司 就拿着摄像机 就在那 就在露面拍 拍完之后呢 抓拍 交通事故 新闻实验 然后再卖个电视台 又鲜活 又什么 所以说 现在也可以吗 你个个去制作去嘛 你想制作 你就知道制作以后 符合的竞标 中央电视台买 在中央电视台播 然后你在中央电视台卖 卖不上的各个地势嘛 各个地势就可以嘛 地方卫视 各省的卫视 也走这条巷 咱们那才真正百花齐放 百家争盟的 不让全国一台戏 全国一台戏 就三十晚上这个 剩地方 地方各种这个呢 就百花齐放 就交给这个民营团体 你要做的什么 你买和把怪 你把你需要的这个主题啊 经济事项 跟那些制造团的一说 他们自己会想发生什么 他们就会调整了 如果他们有利益相关方 有各种什么方 他会释放极大的这个创造力 对吧 你看现在许多专业的艺人 或者好的艺人 你比如说经济于雷 这导演 为什么许多吐槽 说那些个演员大味 好的像是演员好的 什么都上不去呀 那这个带着脚料跳舞 许多人不乐也给你跳去了 不是那些年 出名的出名的舞台 只有一个央视春晚 大家抢着上 现在不是了 现在抖音里都可以迅速走红 都可以造网红了嘛 所以说你必须要改变 那种的变大气客的那种特征了 对吧 你时当着 你自己你作为央视这块 你可能省的严严 或者你要担风险 你把风险转价嘛 转移危机嘛 适当的你给出谨记的 下巴拉自然会打擦边球的 有时候这个擦边球 蒙蒙呼呼呼过去 那可能就释放了很大的创作能量 这再做出节目就很好了 那你现在有时候这个这个 许多人正常的节目不敢演 正常的话不敢说 有时候你节目表达不足的 你该到达的那种那种意境 好的歌不敢唱 好的钻子 好的什么 这是许多的限制的那种活力 所以说你放开 你压力军摊 可能就会造成这种 铁技突出刀相鸣 银瓶炸破水浆泵 就这种啪就活的这种 这种业态 而且百花齐放百价证明 我制作团队 我卖给中央台不行 我卖给北京台 我卖给这个台 卖给那个台 我个台跟个台都不一样 都打特色的 这样他 你看着好像乱 越乱也好嘛 现在讲叫市场细分嘛 观众也要细分嘛 观众一细分 就少了许多吐槽 叫好久不进茶坊 比如说我就喜欢听相声 听小品的 我就找那个大年初四去 初四放相声小品 他骂骂那个导演去 这帮我不喜欢听相声 我喜欢歌舞的 我看歌舞去 对吧 这些我是什么呢 我是喜欢戏 我喜欢戏曲的 他专业的迷 影迷看电影去 戏迷听戏 戏迷听戏 戈舞迷听戈戈 戈舞迷听戈戈 这样他就会减少 大家共同在一个盘子里 谁都满足不了 吐槽的那种感觉 你再动办吧 谁都办不好 谁都得挨骂 谁都不可能办成圆满的 那你就给来个市场细分嘛 那大家现在各个公司 各个团队啊 社会面各种什么的都讲这叫团队协作嘛 都是互相协作嘛 市场细分 责任细分 然后进行合作 那现在就可以了 不走这种大一桶啊 大拳高大上这种东西了 三十万这台有 就是高大上就这么一台 是打造那种那个四海一心的这个 这个焦点的 啥玩意都不往里装 我就一个拜仙客 你什么都想装 像浮跳墙似的 其实做的更不什么太好吃 不见得谁都爱吃那个东西 所以说也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咱们看 你看这些年 你看辽宁台人家有特色了 为什么平常辽宁台谁看呀 基本看的少 可是为什么到大年二十就都看辽宁台 特色嘛 就是戏剧嘛 那大年初二为什么那个天津台呀 甭管他怎么遮 他那个台都是像是 用像是自然就听去了 对不对呀 那北京台这个 现在也是打造的特色很好 那你不是请那些个什么呀 你办出特色了 你就是一周先吃面天 片面的深刻 就比大城要好得多 对不对呀 我是喜欢这样的啊 好 今天是闲聊天啊 提个建议啊